为什么你的配色总是不够粗彩 我就在衣柜里拿了几个 我们夏天必备的这种马卡龙色系的衣服 看一下哪几个颜色搭在一起最好看 记得点赞收藏哦 第一个其实是牛果绿 是色大会显得有点暗 然后跟太花哨的衣服搭在一起 不太稳重也不太耐看 牛果绿加橘色 这个也是我很经常用的配色 但一定要很白很白的女生 淡淡的粉色加淡淡的牛果绿就会很好看 像这种配色它就很像郁金香配色 加黄色也会很漂亮 如果是要低调一点的女生 就很漂亮 接下来就是这种紫色 香玉籽其实是有一点难搭的颜色 但是如果搭的好的话 它少女感很粗 不太适合用的颜色 就撞色系的话 跟橘色这种颜色就显得 上半身太亮 上半身太暗了 红蓝色的撞色 不太耐看 香玉籽搭墨绿色 颜色太多了 没有突出上半身 也没有突出下半身 怎么做一个比较和谐的搭 那不变得牛仔 是不是又有少女感 但是上半身又是亮的 蓝色搭过来 这个紫色就会变得很嫩 上前紫下身紫 跟腰间一定要再加一个腰带 会更美一点点 香玉籽搭墙黄色 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度假的颜色 香玉籽搭嫩粉色 这种颜色也很活力 所有的配置都用白色就很好看 接下来就是粉色 其实粉色我推荐过非常多 像这个其实它有一点点偏紫色调 所以它整体不能跟太暗的颜色搭 省黑色 你就会发现这个粉变得有点 很亮很亮的黄 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就变得 有点酥气 如果是很喜欢做同色系的女生 看上不了两个颜色的色相 你就看她们是不是深浅 偏熟灵的女生 你们更适合的是上浅下身 粉色跟牛仔永远是万能不变 并且很好看的颜色 粉色加灰色的话 就会偏职场一点点 偏度假喜欢念一点的颜色 这种就很推荐给大家 去度假的时候穿 就会很年轻 但是又很上镜 接下来就是这种奶油色 其实它有点像是拿铁的配色 但它不能搭的颜色是什么呢 如果你不够白的话 穿同色系 整个人的脸就会感觉有点土色 如果是喜欢做撞色的女生 不太好撞的是黄色 黄色一放进来 这个拿铁色变得有一点点脏 如果是偏职场风的女生 你们可以让这个颜色搭灰色 大方的那种简约感 它其实像牛仔就很好看 想要同色系的女生 你就可以下咖啡色 这个配色就很漂亮 然后接下来 喜欢做撞色系的女生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颜色搭鼓蓝色 你看最后也是我一个 非常非常喜欢的配色就是 橘红色 其实这套配色还挺漂亮的 好啦 这一期配色就是这样子 你们最喜欢哪个配色呢 在朋友去告诉我吧 如果还有自己遇到困难 不知道怎么搭的 也可以告诉我 请不吝点赞便宜